泰国放眼这个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只要一切顺利 泰国将成为亚洲第三个 东南亚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 但是为了解决同性伴侣 未来领养孩子可能遇到的技术性问题 采红群体希望法律能够重新定义 父母这个词 泰国下议院今年3月27号 以400票赞成10票反对 通过婚姻平等法案 法案当时得到泰国所有主要政党的支持 上议院4月2号一读通过之后 综合外媒报道 上议院会再进行两次投票 本来预计下一轮投票不会早于今年7月 但是路透社指出 法案预料下个星期就会再呈上上议院 综合媒体报道暂定是18号 法案接下来只要经过上议院批准 并获得泰王的认可之后 120天内就会生效 比优特本身是一名护士 他的另一半叫安提查 是一名大学讲师 他们在一起已经4年 只要一切顺利 这将让泰国朝亚洲第三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地区的目标 再迈进一步 到时泰国的同性伴侣将享有和异性伴侣 相同的福利和权益 包括继承和领养子女的权利 比优特本身有和异性伴侣 我们会去讨论区 因为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我们想要做更容易的事情 我们会讨论一些事情 我们会讨论 更容易的事情 我们会讨论 我们会讨论 不过他们认为 性别平权斗争还没结束 虽然法案会解决婚姻方面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词在法律上必须加以诠释 那就是父母 因为父母通常定义女性为孩子的母亲 男性为父亲 所以这并不适用于同性伴侣 截至目前在亚洲 台湾和尼泊尔已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台湾和尼泊尔